乳癌防治如你所愿 与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代表高呼口号 在母亲节前夕 立法人李燕秀 陈金辉及张家俊特别召开记者会 会政府下修乳癌筛减年龄到40岁 做好早期预防守护女性朋友的健康 110年的时候 每34分钟就有一名女性罹患乳癌 同时乳癌在十大女性癌症当中 也高区女性癌症的第三位 那另外一个数据就是 111年总共有2834名女性 不幸因乳癌而离世 每天大概有7.7名女性死于乳癌 所以面对死神的禁逼 我们国家的政策 有没有机会再进一步调整 提供女性足够的保护 特别是乳癌医学会 过去就指出国内乳癌 现在已经呈现M型化的发展 特别是乳癌近期在年轻族群 发生率最高率的癌症 耗发率其实都远高于欧美 我想这个数字或这样的说法 让外界非常惊讶 原来在台湾我们的乳癌的罹患年龄下降 还有包括我们罹患乳癌的年轻女性 也高于欧美 所以未来无论是调降我们现在 公费筛减的年龄也好 我觉得是有它的必要性 我们现在目前筛减的政策 只提供45岁以上 或40岁以上 家庭有这个乳癌的病史 才有提供这样的公费筛减率 所以未来如何去调整 所以是我们今天开记者会 最主要的目的 本身是妇产科医生 及不应证专家的陈清辉 除了支持乳癌筛减年龄下修外 更进一步呼吁政府提供经费 补助民众因为医疗需求的 动卵作业 以因应越来越严重的 骚子化问题 至少有30多个国家 已经透过政府的经费 来挹注民众因为医学理由 所衍生出来的动卵支持措施 医学理由就包括 这个早发性的卵巢衰竭 家族遗传卵巢衰竭 以及很多年轻的 癌症病友的生育保存 在去年卫福部5月4号 其实有提出一个 动卵补助可行性专案报告 有白纸黑字的跟国人说 参考各国政策 如果要补助可以优先评估 有医疗需求的动卵 但是至今已经过了一年 何以政府都还没有启动评估 如果评估下来可行的话 至少明年编列预算 就可以尽速解决我国 小子化的问题 也是晚婚生子的张家俊强调 近年乳癌患者有年轻化的趋势 因此他也赞成乳癌筛减年龄下降到40岁 同时支持因为医疗需求 而影响生育功能的病友 政府应该给予动卵经费补助 我一直自以为年轻错过了动卵的最佳时机 所以藏了很多的苦头 所以我在这里以我个人的经验 也呼吁所有女性 年轻女性能够及早来动卵 那为了避免乳癌的治疗 错过生育的黄金时期 我极力主张经过医生评估 因为治疗而影响生育功能的年轻病友 政府应该提供动卵相关的补助 增加病友更多的弹性 还有自主权 确保他们生育的平等权 三位都已经为了母的立委强调 健康是送给妈妈最好的母亲节礼物 为政府紧述落实乳癌筛减年龄下降到40岁 提供医疗性动卵补助 及结合社区增加乳癌味教可净性 这三项政策倡议 更全面的照顾妇女同胞的健康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